很多人就準備要上山去追雪了 不過氣象專家也說 上次在陽明山下雪的機會 其實高達了75%以上 另外像是太平山和歡山或是玉山 下雪的機會當然更高 甚至連台北上空都有機會 下探零下三到四度 可是大家就在想 這其實2016年剛剛提到 有了這個霸王級寒流 那其實當時陽明山的住戶說 外面就有這個覆蓋了一層白雪 是讓人畢生難忘 白雪斑飛 就快看不清視線 二零六年霸王級寒流 陽明山二子坪步道 就像染上一大片厚重糖霜 如今週末又有濕冷寒流沙盜 游望再看到 銀白世界 那一天也是半夜突然下雪 差不多三四公分 路旁邊還有上面屋頂 都有蠻多雪的 經營了二十多年 這個也是算我第一次看到 下雪下到這個高度 她說媽媽下雪 她說屋頂都是雪 我說蛤 不可能 我現在二十九歲就來陽明山 對 我從來沒有碰過下雪 當年雪景 累積在目 住在海拔六百公尺 陽明路附近 大約四十年的住戶 頭一次看到降雪 至今難以忘懷 這回下坡寒流即將殺到 不少人等不及追雪 氣象專家林德恩 也在臉書指出 二十二號晚上八百五十 北帕零渡線通過台灣北部 七百北帕相對濕度 百分八十區域涵蓋台中 以北等地 環境殼降雪量也增加到 二十到三十毫米 因此預估從二十二號晚上 到二十四號清晨 陽明山下雪機率 高達百分七十五以上 太平山 河灣山 玉山 機會更高 以讓當地住戶相當期待 因為沒有看過 在台灣很少 七點多的時候就白白的 整個草皮 然後整個那個這個 沙茂山都是 全部都是 對 白白的 在回國二零六年 烏來山頭樹枝全覆蓋白雪 就連海拔五百公尺的平臨 附近茶園也白茫茫 如今今年最強寒流沙道 台北上空可能下淡 零下三到四度 但是否重演霸王級寒流 得持續觀察 而當前能確定的是 天氣濕冷 想上山追雪 得做好 防寒準備 最終一支大台北怎麼囉